转型风潮越来越盛行 尤其在韩剧以及泰剧里头的女演员呢 个个呢其实都喜欢稍微去为整一下 不过整形医师也说不同国家的审美观也差很大 像北韩流行的是满月脸 南韩则是V字脸 而泰国跟欧美的口味也很不一样 流行的是酷酷风 但经常让人分不清楚主角的形象 扎起片子泰国剧中长相超甜美的女主角 楚楚可怜惹人疼爱 另一部泰国剧女主角走的则是明媛风 但仔细看都有共同特征 前骨和眉毛突出五官超立体 还要配上丰厚的嘟嘟唇 这就是泰国美少女不可缺少的元素 他们喜欢把这个地方有点凸显 这样看起来比较有个性 那另外的话像眉骨 他们也喜欢把眉毛这个骨头 有稍微有点比较突出的话 看起来眼睛也比较深邃 太距离头男女会有点分不清 对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子 因为看起来都是比较个性化的美 不同国家美女长相当然也不同 韩军美少女男韩走的是V字脸峰 高额头和苹果夹 再看看北韩美女 圆滚滚的脸庞俗称满月脸 南北韩美女定义差很多 在韩国很多女孩子喜欢这个前额 非常的风嫩 所以他们有一个叫风额术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会觉得比较可爱 而且运势会感觉比较好 我上次刚到 修修脸当然不免参考一下 只是不同国家审美观不同 各国女主角的美当然也不太一样 专层网线和网站里 台北报道